美国中拜登竟然说危机还没有结束 而且说他自己已经尽力了 怎么听起来感觉不太乐观 假如美国只剩六家银行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拜登说 I have done my best 他说我已经尽力了 这个很像在手术房外面 一个医生走出来 跟你讲我已经尽力了 这句话听起来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代表我该做的我都做了 但是事情还没解决 你看到拜登他讲 他说我已经尽一切的可能 真的吗我不确定 但是他自己是这样说 去跟监管机构解决银行业的危机 但是我其实每次讲 我都说我很讨厌后面接一个but 因为他说but危机尚未结束 可是那现阶段在这个情况下 你该怎么办 你要继续做什么 因为大家一定很关心 那你会不会采取更多行动来解决 他说我们会密切关注 这个就有讲跟没讲一样 当然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会给市场带来很大的一个信心的这种冲击 就是说太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你看背来的前投资经理 这个已经是30年老将 他就说那联总会会被迫 被迫紧急降息 不是紧急破降 是紧急降息 就在6月底之前 为什么 因为未来两年之内 在持续升息的环境当中 银行还是会持续出现我们所谓的内爆 就是还有很多的地雷 会持续的爆 当然这个地雷 可能还是可以可控的 所以他说可控 可控会爆 为什么很多区域银行或小银行 他还会持续爆雷 没关系 我大的银行帮你吃起来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 实际上最后大吃小 大吃小吃到最后就剩6家 6家 这样的情况是好的吗 拜登你要不要想一下 你说你已经进了一切的可能 真的吗 你难道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再持续的去操作吗 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想知道的 那FDIC的主席 他特别讲了一下 他说矽谷银行跟标志银行的问题 说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即便资产在1000亿美元以上 这些银行 只要出事一定会影响金融稳定 为什么他讲了一个1000亿美元 基本上我们制作单位 帮大家去做了一个统计 目前到去年底为止 全美资产在1000亿美元以上的 有几家 41家 不是几百家 是41家 所以真的有能力 在1000亿以上的 绝对都数 算是已经足够大了 所以包括矽谷银行跟标志银行 如果是这样只有41家 那照到底你已经足够大 应该不会有问题 可是没想到矽谷跟标志银行 有没有在1000亿以上 有 今天我们不是画一个分界线 然后矽谷在底下 标志在底下 其他以上的 我们说要照顾好这些 不是 代表就是说即便你在1000亿以上 这个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金融 一个金融系统 金融体系了 他还是出问题 所以为什么他 这个贝莱德前投资经理才会说 那会不会到最后就剩6家 那如果真的是会剩6家 我们帮各位好好的预言一下 那就剩哪6家 所以如果你的账户 或是你跟这几个勇往来 可能比较不用担心 因为大吃小 大吃小吃到后面 就剩这6个 因为这6个资产排行在前6名 所以照道理 存活下来的几率比较高 摩根大通 美国银行 花旗赴国高盛 到摩根斯坦里 花旗集团做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预估 因为他说 如果这个银行的风险 持续的蔓延 持续的蔓延 当然会给经济带来一个大冲击 因为大家第一个联想 就是2008年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也被 我也失业 被迫挂了一个牌子说 请雇用我吧 金融业那时候很惨 金融海啸 金融海啸那个时候 如果是这样持续的蔓延的话 这个大家虽然都认为 不会出现整个系统性的风险 可是即便可控的内报 可控的内报 对基隆体系 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冲击 那这个时候 整个经济可能会衰退2% 衰退 这个时候可能会衰退 只有什么情况下 你才能够维持一定的经济成长 花旗说 必须在今年的春天 把整个银行的冲击的问题 顺利的解决 那没有问题 还是可以维持 2.2左右的经济成长率 可是这个2.2 已经比我们之前 世界银行讲的3.2更少了 所以代表他还是认为 银行的事件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很多人就认为说 如果银行的风险是这么的大话 是不是应该要降息 是不是要降息 因为联准会目前相对是比较 还是比较鹰派 对不对 那银行股的地雷 如果拆不完的话怎么办 这个是胜路易联准 银行的总裁布拉德 他是一直以来就是比较鹰派 大家应该知道 他说联准会的利率政策 是来对付什么通膨 其实我跟他的看法 其实是一致的 我一直认为说 像我之前节目 我也是表达这样的态度 就是说为什么你要去降息 因为降息这件事 跟你的金融风险之间 虽然它有间接的关系 可是重点还是监管措施 你矽谷银行也好 标志银行也好 是你持有资产的问题 不是升息的问题 升息当然导致你资产流动性的问题 可是你要解决的是 你的资产配置的问题 所以我还是认为 应该要处理的是监管的部分 而不是利率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是比较支持持续升息 当然会看到很多的衰退产生 可是不持续升息的结果 你通膨降不下 这个也是我 我等于是布拉德的传声筒 我来帮他传达他的意见 因为他没讲话 你看他没有讲话 所以我来帮他传达一下 所以我算是英王的传声筒 我要告诉大家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不做好监管措施 即便你降息 我跟各位讲 也没有用 也没有用 那贝莱德 刚才讲的是 贝莱德前投资银行 贝莱德现在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他说就算交易员压住 因为现在交易员很拼 他们拼了命用利率期货 一直压会降息 然后好像在暗示包尔说 你看我们都赌会降息 你可以让我们赌赢的那种感觉 可是实际上 银行业的危机 扰乱的市场 对不对 可是还是要继续升息 就是呼应我刚才讲 就是他说你银行的问题已经扰乱了 我升息的节奏 对不对 可是我还是要持续升息 我还是要持续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会不会出现经济的衰退 银行金融的事件 如果是这样继续升息的话 那么恐怕就真的会陷入衰退 会陷入衰退 所以花旗就说现在要赶快 没错 然后卖股 然后会不会导致这个 这个银行减少放贷 那企业的流动性怎么办 所以我们来看 如果只有一家 我通常觉得这也不用特别讲 这里面有三大巨头 包括花旗小摩根 大通大型银行 就是摩根大通 他也特别讲 那你要特别注意 这就是以后 我们会为六要认识的银行 花旗说银行的系列会产生压力 这个压力事件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我刚才讲不好的影响 第一个就是银行会紧缩银根 一定会紧缩银根 这个紧缩银根 会让很多中小型的企业 突然之间断吹 这个要注意 所以他说花旗说 我们还在 这个是进行式的意思 我还在减持美股 而且什么时候才会触底 基本上如果没有看到 真正的经济衰退 美股是不会触底 这个其实跟我们之前 跟大家分析的 我们说第一季 我们借用我们的好朋友 Wilson他最近常来上通告 所以我就帮他转 大家今天没有来 那这个Wilson他就讲说 第一季会是美股的高点 概念就是这样 你要触底 你一定要怎么样 看到经济衰退 可是现在还没看到 所以要特别小心 然后小摩说 银行危机不确定性在加注 加剧 经济衰退风险在上升 建议投资人采取防御性 什么叫防御性 不是手举起来挡 而是说你必须把你的资产 尽量移到经济衰退 冲击比较小的资产身上 例如黄金 美国十年期 二十年期公债 你这样不会受到影响 或者是我们之前 也跟大家聊过的货币基金 这一类的 你才不会受到影响 因为颇动小 流动性好 那美国大型银行 四月中央公布财报 这里面我要特别提醒大家 因为股价跑在财报前面 大家都认为财报会不错 股市已经先反弹 可是如果财报的公布 不如预期 或者是公布财报以后 我们发现 整个财务结构的状况 比我们想象的严峻的情况下 那股市会不会开始 去反映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是接下来四月 超级财报周 大家要特别注意的事项